2022年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 由宗座平信图 家庭和生命部 以及罗马教区共同举办 主题是家庭之爱 圣照与成圣之路 这幅作品的作者 是耶稣会会是 老普尼克神父 这幅画选择了以家立婚宴的事迹为背景 在画的左侧 新郎和新娘 被薄沙笼罩 若隐若现 倒走的墨液 带有圣保禄的面容特征 而且 正是他用手掀开薄沙 并对婚姻经呼 这奥秘真是伟大 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老普尼克神父强调 我希望 透过这一小幅画作 我们能理解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家庭表达出婚姻圣事 而家庭的意义 随之彻底改变 因为圣事始终意味着转变 在化水为酒的加纳婚宴上 有关于圣事的视野由此展开 换句话说 那些事也涉及从酒 转变为基督圣血的过程 事实上 圣保禄中途正在倒的 乃是教会新娘 保存在圣着女的圣血 一男一女之间 圣事圣的爱 反映出基督 与教会之间 永不分离的爱与合一 耶稣新郎 为教会新娘 倾留鲜血 Hello 你们好 我是Lawrence 我是Julia 我们是住在多伦多的 结了婚25年 有两个小朋友 今天我们承接 昨天圣像画第一部分 看到一男一女的奥秘 我们今天又会看看圣像画 哪一部分呢 今天的主题是 主所倾注的圣神 及于一个新的心 第一步 让我们细心拆汗图像 这个部分 我看到些什么呢 让我留心些 看看当中的细节 圣保禄的手 正在那儿揭开了 现在我们明白 新娘和新郎之间的爱 反映了耶稣对教会 他的新娘 以及天主对人类 无限和永不分离的爱 这是一种活于家庭中 尽管是隐藏在障晚内 却揭示了天主 那无限的爱 一种配偶性的爱 看完圣像画描绘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看看 他的儿子之后 在耶稣为拯救我们 而奉献自己 死在十字架上之后 天主的爱 就具体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也开始体会到 全贸 建立在唯一性 和确定性的爱情上的婚姻 成为天主与他的子民之间 关系的画像 另一方面 天主爱人的方式 也是成为人类相爱的标准 圣经与圣传 让我们得以认识圣三 他借着家庭的特质 启示自己 家庭是天主的肖像 天主是慧格的共荣 耶稣不仅恢复婚姻与家庭的原貌 也将婚姻提升为圣事的标记 展示他对教会的爱 借着教会 婚姻与家庭 从基督领受圣神的恩宠 为宣示天主之爱的福音作见证 我们在家庭中的爱 显露了一个被遮盖了 天主之爱的形象 但是凭着精神的力量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 揭开这个面纱 并且一日复一日地增添了我们爱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可以尝试克服哪些弱点呢 想心一层 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 有很多时候 我亦都因为各种不同的借口 以及一些忙着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事情 而放下了处理家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个好像缺乏了缺乏了原动力的原因 亦都阻碍了我们去完成天主 让我们作为一个家庭需要面对的使命 那我们的关系又有什么脆弱的方面呢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克服他们呢 作为一个三文字的世代 我们夫妇需要面对一些照顾家中长者 父母的使命 和日常生活所需要履行的责任 也都要照顾孩子 他们在学业方面上所遇到的困难 也都希望帮助他们在成长之中 得到不同的需要 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和责任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冷静地作为一对夫妇 去想象一下天主 究竟给我们这个使命作为成立一个家庭 究竟有什么的差遣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宗教信念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藉着祈祷 可以叫圣神光临 赐给我们力量 而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尽量和小朋友一起 比如说饭前祈祷 或者临睡前又祈祷 将我们的家庭的爱 的凝聚力 再增加 再放在一起 然后每一天这样去面对我们的挑战 也都同时间 希望藉着我们的祈祷 藉着我们的信念 每天的增加 可以复行天主 在我们婚姻中 为我们带来 以及也都要我们去推行的使命 就好像几年前 我爸爸进了医院 我实在不能够分身 出入医院 也都同时照顾家庭 幸好得Julia 她无私地奉献 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家里的小朋友 和老人家 真的好多谢她 是啊 我亦都曾经有一段时间 收去了工作 幸好有Lawrence 经常地陪伴着我 我们一起祈祷 一起将我们的信念 放大 而藉此 可以到过一个难关 其实都是全靠她 默默地在这里支持 不单只照顾小朋友 还要照顾我的心灵 真的很多谢她 对啊 以及夫妇的祈祷 不论是透过个人的静默 或夫妇间的对话 我们都可以向天主表达 我们的祈祷 有什么可以值得感恩 以及有什么需要祈求天主呢 我觉得我很感恩 就是遇到我的先生 因为他那么爱我们 也都是借着他 带我认识到天主 还领洗了 这样我们两个在婚姻上 无论遇到什么挫折 都可以借着天主的话语 圣神来帮我们克服一切的困难 而在这里 希望继续借着祈祷 而增加我们每一天的 对天主的信念 以及认识多些 他要我们明白 婚姻启示的振体 我值得感恩的地方就是 好多谢天主能够赐给我 一个恩宠 以及将我们两个带领在一起 在这个婚姻圣事里面感受到 你对我们的慈爱 以及你需要我们履行的乐言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想祈求天主能够保守我们的心神 去继继续带领我 如何去活出真正的婚姻生活的真体 至于我们之间 有什么值得感恩 以及有什么需要求天主 首先我们就很感恩 有这个机会 可以参与这个圣像物观 这个活动 借着这个活动 将我们两夫妻 在一个繁忙的时间里面 有机会 静静地躲在一个 没有父母 没有子女的烦恼 而专心为天主 做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 分享我们的婚姻路程 也都希望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 借着天主的话语 而每一天祈祷 增加我们的信念 我们很多谢天主 能够赐给我们 一个美满的家庭 和可爱的子女 我们需要祈求上主 赐给我们一些力量 和给我们一个依靠 去活出作为父母 作为家庭的成员 如何去面对所有的困难 和挑战 也都借着这些困难和挑战 体验到天主对我们的慈爱 如何去处理生活上事无大事的事情 也都希望祈求上主 给我们一个 这个证明我们的婚姻 最重要性的机会 借着教会和基督的慈爱 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神 去继续履行我们作为 婚姻圣事的乐言 去走以往以后的每一步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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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观方祈祷文 家庭之爱 声照与成圣之路 讨辞 天上的慈父 我们来到你台前 赞美你 并感谢你恩赐于 我们家庭 作为最伟大的礼物 我们为 所有值婚姻 圣事而被圣化的 家庭祈祷 愿成愿门 每天都能重新意识到 所领受的恩宠 以及家庭就是小型教会 愿他们懂得 如何见证你的临在 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 我们为 所有面临困难 和受苦的家庭祈祷 尤其是 为那些患病 及受各种煎熬的家庭 他们的苦楚 只有你知道 求你支持他们 使他们察觉到 你照叫他们所走的 圣德之路 好使他们能体验到 你无限的慈悲 并找到在外中成长的新途径 我们为 我们为父母和年青人祈祷 愿他们能与你相遇 并宽于地 回应你为他们准备好的圣照 我们为父母和祈祷祷 愿他们察觉到 他们是天主的父职和母职的标记 因为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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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使他们的家庭充满情意 与世人分享 尚主 求你使每一家庭 都能在教会中 活出他们盛盛的独特圣照 与思脱 修会会事 以及不同身份的人 为生命与和平服务 成为福全的仕途 求你降福世界家庭大会 阿们 优优独特圣 靓 靓